這麼大的螃蟹 有時候你到木雕的工藝品店 有時候會看到 印尼有產這個東西 專門雕這個螃蟹 然後買了這個木雕送給它 為什麼呢 因為希望它能夠橫行霸道 都是這樣子 你到任何一個律師事務所 你一進門你就會看到那個大螃蟹 它的意思就是告訴它要橫行霸道 實際上是這樣子嗎 我剛剛講了 你委託那個律師可能 才還沒開庭的時候 對方已經知道了 因為你要交訴狀 對方的律師就會跟他聯絡 哎呀你跟這個窮光蛋打什麼關係 我們這邊給你找好處 同樣的日本那個律師的那個影集裡面 他剛開始打的時候對方瞧不起他 對方大律師團 結果後來他越來越佔上風之後 而且還運用了輿論壓力之後 他開始站上風之後 對方就開始跟他利誘了 花錢嘛 哎你何必這麼認真 給你一筆錢 你看你就可以過怎麼樣 可是那個律師他就是堅持 堅持到底 最後他打贏了 讓了那個苦主得到那個 但是雖然這樣子 但他仍然還是窮困 因為大家只有股掌沒有用的 你要給他money 要給他那個金錢的支柱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勞工局曾經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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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 曾經跟我講過說 勞工局那個三千萬等著你來領 來借 無償借用 就希望你把這場官司打贏 在台灣的那個勞資雙方的這個訴訟裡面 立下一個典範 對方花了很多錢很多人力就是在這裡 就是說他不能夠破例 那我之所以沒有辦法破例是因為什麼 就是因為司法倉妓賣淫集團的阻擋 我直接這樣講 否則的話 在台灣會開第一個例 那個人再三的講 說絕對要花多少錢都要把他打贏 不能讓他得逞 一得逞之後 這個決題之後怎麼樣 因為一般的勞工都是無知無能的資輩 他們自己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如何爭取他的利益 頂多他媽的離職之後 用兩塊磚砸兩塊玻璃就了事了 那對方就哈哈笑了 兩塊玻璃算什麼 他那個攤的他把你壓榨的錢 少說也十幾萬 多則幾十萬 然後他繼續做他的這個血漢企業 以上跟各位分享 那個如果真的有興趣 講到這個考歷史執照 我再講個笑話 有一些很多地方 很多那些單位裡面都有設那個什麼 法律諮詢 包括法院 法院的一樓也有法律諮詢的那個 那個一點用都沒有 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曾經問過一個 我說你是律師嗎 他說不是 我說那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小學 我在小學裡面當總務 我說你當總務 你怎麼會來這邊當這個法 當法律諮詢人家還要抽籤 然後來排隊 然後跟你講 你沒有訴訟過 他一點一次訴訟的經驗都沒有 他還來做這個法律諮詢 那真不是笑話嗎 另外到那個地方法院的那個一樓的那個 他有一個諮詢的那個也是這樣子 你可以如果人少就直接就諮詢 人多還要排隊 我一問了 我以為他在法院幹了那麼久的話 應該可以問出一點一點經驗吧 一問才知道 一問三不知 我沒打過官司呢 你沒打過官司 你做什麼 做什麼諮詢 你連程序都搞不清楚 你還他媽的 還諮詢了 所以 想要自力救濟 你必須真的自己 好好把那個法律條文好好讀一下 另外 因為實體的部分 只有你最清楚 不管是交通事件 交通事件是科學 我學的工的 學那個工科的 所以對於力學 對於什麼速度 這些這些東西 對於計算 對於這個量測 非常清楚 我不需要用一本 一本handbook 說是 那個美國的那個什麼 維基尼亞大學的那個什麼 或者伊利諾州的大學的那個數據 我不需要那個 我直接拿開車 或者騎車 實際上來實驗 做實驗 台灣就缺少這樣子 那個日治時代的那個代理 那個台灣總督 厚騰欣平就講過 台灣人是集體的 集體不學習 集體不思考 集體不負責 顛心 當初陳水扁 那個一顆子彈案件 說槍桿子出政權 所以一個子彈 劃到他肚皮的那件事情 後來他當選了 因為用這個恐怖主義 悲情子彌 他當選了連任 那個時候很多的名嘴都在講說 他這個是假的 什麼什麼樣 我說為什麼 大家就沒想到說 有那麼多神槍手 甚至於不用神槍手 你用那個三角架 用穩定的三角架把槍架好之後 然後你按照角度精算之後 然後發射子彈 看打一個豬皮 看看會不會產生那樣子的一個傷痕 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 有那麼多八卦節目在這邊討論這些事情 就怎麼就沒有人 後來說有人說 在國外做這個實驗 你國內就可以做 這還需要到國外去做 國內有那麼多特戰部隊 有那麼多人 你不用特戰部隊了 你那個槍子就鎖在那個三角架上 穩定的三角架上 把角度調好 用測量的那個儀器 把它整個精準的調好之後 就像狙擊鏡一樣 然後開始打一顆子彈 你看看會不會造成那樣子的傷害 那樣子的傷害要讓什麼樣的角度 什麼樣的精密度 才能夠造成那樣的傷害 沒打到肚子裡面去 而只是擦破一點皮 後來還隔了好多年之後 人家找到李昌玉 實際上真的是完全沒有必要 可以這樣講 自己就可以做實驗 我們這個大專院校裡面 理工科系的那麼多畢業 還有還有物理系的 物理系 這個就是物理 物理原理 那還有這個很多的什麼 都學過 都學過理工科的人 都學過物理化學這些東西 你這些東西的這個實驗 實驗就可以檢驗真理 那這些 這個如果說沒有做實驗 在那邊只靠八卦那些名嘴 那些名嘴都不是理工科畢業的 都是編載科記者出身的 他們不能夠提出任何的實驗數據 那為什麼我們的教育這麼失敗 搞了這麼久 結果大家沒有人去做這個實驗 有關單位為了要澄清這個當時的輿論 也應該要做這個 但是不幸的是因為陳水扁當選了 當選他當然不願意做了 而且當初那些醫療團隊 當時在搞謎語 中了兩槍 但是擦破皮而已 而沒有打到肚子裡面去 他為什麼不直接講說 幸好只有擦破皮 如果他講幸好只有擦破皮的話 陳水扁當時就不會當選 你這樣搞這種東西就是大喘氣 就講象征講笑話大喘氣 那老百姓被騙了一次之後 會極端憤怒 就像現在台灣五倍券也是 前面三倍券被搞了一次 現在還要再搞五倍券 就是這樣一被騙再被騙 就是台灣後藤新民講的 集體不學習集體不思考 集體不負責 就典型 如果說你想跳脫這個 就多看看我的影片吧 增加一點智慧 以上跟各位分享 謝謝